一名8岁的乌业小女孩和家人到海边游玩时 不幸遭海浪卷走失踪 这起意外昨天下午3点多 在戈达丁以丹荣发牢海边发生 事发时小女孩和另外两名亲友 到海边的一个石头堆旁洗澡 却遭海流卷走 另外两人则成功被公众救起 消整局一直到事发将近两个小时后才接获投报 随即派员进行搜寻 但因为抵达时海边的民众太多 需要警方协助开路 花了45分钟才抵达事发地点进行搜寻 搜救人员今天下午4点多 在距离女童失踪的大约120米的海域 找到了女童的遗体